大家好,我这一颗是用蔷薇来嫁接的月季 前段时间给它处理了一次花苞 因为这些枝条太弱了,不能给它开 那么现在第二波花苞又长出来了 长的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还是不想给它继续开 毕竟这一颗是嫁接的 而且它的枝条也不是很强壮 同时又是春季 春季这段时间适合它生长 所以不想给它开花太快 先把这些枝条再养一养 把它养强壮一点 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花苞给它剪掉 像这种已经形成花苞了 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等它下一波花 这个枝条强壮一点 花苞再多一点 我们再给它开花 这样的话就达到花开满枝条的一个效果 同时这边长出了一条蔷薇枝条 比较粗壮 这条枝条我也不打算给它剪掉 先给它打下底 把它养壮了 再继续嫁接 接下来就是给它再补点肥 因为月季它比较洗肥 如果肥更不上 那么它生长肯定是会差很多的 为了让它长更多的新枝 让这些枝条更加粗壮 我给它用的是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在生长期使用是非常适合的 可以助进月季快速的生长 只需要在这个盆的边缘埋上四五十粒就够了 不需要太多 一定要将它埋起来 顺便把这一条枝条给它养强壮一点 继续嫁接 本身这条就不是很粗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说大家养护的月季 这些枝条不是很粗壮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操作 先把它养肥养壮 再给它开花 这样的话开花品质才会更高 好了 这就是养护月季的一点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